这个男人一天竟然坐了40次飞机 撂下狠话说还可以来100次 每次一到站 他就直接把宝马车速度拉满 什么都顾不上的往前冲 此刻的他必须抓紧每一秒 争取以最短的时间见到女儿 因为就在120分钟后 他最可爱的女儿将会永远的离他而去 男人名叫小帅 是一位厉害的医生 平时因为工作繁忙所以很少陪伴女儿 就连女儿生日这天他也是没有及时赶到 女儿知道后小脾气就上来了 发微信说小帅不来自己就不走了 小帅看到后立马往女儿身边赶 但却在这时遇上了交通事故 身为医生的他二话不说的就去给伤者抢救 一直等到120来了才又开车去找女儿 小帅刚给女儿打电话准备让他再等自己一下时 他错落地发现死去的竟然就是自己的女儿 男人瞬间被吓得亚麻呆住 紧接着他突然在飞机上醒来 原来这只是一场噩梦啊 下一秒小帅发现事情的走向开始变得不对劲 他竟然能准确地遇见到别人下一句说什么 甚至连小男孩卡住嗓子这样小概率的事件都能知道 现在自己经历的一切刚才不是经历过了吗 小帅突然察觉到了什么 赶紧开上自己的宝马车就往女儿方向前进去 等小帅好不容易赶到事 付出意外的是他再一次没能挽救到女儿 紧接着小帅又一次地冲现在飞机上 此刻他立马就冲向停车场 路上还把小男孩手里的棒棒堂墙走 他一路上疯狂地给女儿打鱼音 可是女儿就是不接 没有办法的他连油门都草爆 可最后依旧没能救到女儿 这一次小帅使用了3D 走小路 可是自己车机不好车状况 拖着破碎区段赶到现场的小帅 这次连女儿脚丫子都没见到 既然没有办法阻止这场车祸 那自己解决造成车祸的人不是就可以了吗 于是小帅重开后立马将司机的号码记住 在下个轮回的时候打给司机告诉他这桩残案 可接到电话的司机一点都不相信 骂了一句神经病后电话就被挂断了 这可把小帅急得直接从施工地就赶了过去 就在他还差三秒钟就能到达战场的时候 他眼睁睁地看着女儿又在自己面前捂戴 小帅痛恨自己的无能为力便疯狂地殴打自己 下一秒他却被一位年轻人抓住了手机 男人名叫暗冷 也是和他一样是在经历循环的人 他一次次地想要拯救自己的妻子 可都以失败告终 他发现只有小帅每次在不同的地方出现 所以阿能判定小帅一定和自己一样是轮回者 现在他们一起行动是否就能够力挽扛蛮 这已经是他第十二次坐飞机了 为了打破这个僵局救出各自的亲人 小帅和阿能这次决定见面一起行动 他们仔细分析后得知阿能的妻子和小帅的女儿 都是因为没有接电话所以才遭遇车祸的 所以他们决定换号打电话 可是结局依然没有改变 小帅这时突然想到利用直播通知女儿 让他去防护公园碰口 女儿看到后给小帅回了电话 小帅终于看到一丝胜利的曙光 立马往防护公园等去 这时他突然接到一通电话 猛逼的小帅来不及猛逼 立马向女儿所在位置疯跑 而在小帅身后滴滴车此时距离他们只有三米远 下一秒小帅又从飞机上醒了过来 小帅此刻才明白 难怪他每一次都就不了自己的女儿 原来滴滴车司机和他们一样也是轮回者 这时另一边的阿能还在轮回中不断地努力 这次他在外面拿起花钢石对着自己的脑袋就酷尸一下 顶着满头鲜血进入警察局就说自己被滴滴车撞了 他还提供了滴滴车的所有信息 赴波勒立马前去寻找 可是找到的时候还是晚了一步 此时阿能惊奇地发现自己妻子的脖子上竟然有勒痕 他也明白了自己一直失败的原因 原来司机就是凶手 到底是有怎样的深仇大货 竟让一个滴滴司机如此的心狠 这还得从三年前开始说起 这晚阿能因为开车调适电台 一个谎神就差点和来车相撞 他倒是成功地裹过了 但却害来车的父子二人翻车了 等送来医院时小男孩已经隐分心本了 大人也在阿肥狱中继续抢救 而给他们治疗的医生正是小帅 这时的他正在为自己女儿的事焦燥不安 原来小帅的女儿有心脏病 此时已到了急需进行心脏移植手术的地步 但是却一直没有人捐继 现在女儿的情况已经不允许继续等待下去了 看着刚去是小男孩的遗体 小帅做了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 他悄悄地在男孩的遗体捐赠书上签了字 然后顺利将心脏移植给了自己的女儿 而这个小男孩的父亲就是滴滴车司机 因为这件事他们三个的命运被紧紧地捆绑在一起 这已经是男人今天第二十九次坐飞机了 他也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女儿死去二十八次了 身为一个医生 他每一次都会尽己所能地去救助别人 但是此刻他作为父亲 却只能一次次地看着女儿离去 小帅到达车祸现场后 第一时间就去把司机救了出来 根本来不及管自己的女儿 因为他知道只有处理好事情的源头 才能真正地将问题解决 接着他把司机带到私人诊所里 立马给他来了一针强心剂 趁着司机还为狗带小帅想让他放过自己的女儿 可是司机宁死不去 他一定要让小帅尝到逝去亲人的滋味 说完司机当场就隐恨西北了 但是这一次小帅却惊奇地发现轮回的时间 竟然延迟了三十分钟 就在同一时刻阿能也发现了妻子的日记本 原来自己的妻子每次都会背着自己去做产检 下一秒的他立马冲向医院 在这里果然发现了做产检的妻子 阿能这时才感觉如是重负 但是想到罪魁祸首没有解决 自己的妻子还是会有危险 阿能于是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他坐上了滴滴车直接就和司机干了起来 司机感觉自己要打不过 直接一脚油门下去就把阿能甩分 紧接着他便冲向下个目标地 而就在这时小帅一赶到女人 他一个渠道过弯就让滴滴车飞了起来 这一次他终于救了自己的女儿 然后小帅让女儿在路边先等一等他 下一秒就立马奔去营救司机 小帅告诉司机一定要坚持下去 他的儿子一定也希望他能好好的守 小帅刚把司机救了出来 阿能就完命般地开车往这边冲 就算车没有撞到司机那自己也要给他一刀 小帅让阿能一定要控制住自己 如果这时杀了司机的话 那一切又要重来一遍 之后在阻止阿能的过程中 小帅却不幸中刀 小帅说这一切都是因他而起 现在他狗带的女儿能活下来就好 他们也不用再一直循环下去 下一秒司机走向小帅的女儿眼里满是疼爱 仿佛在那里站着的是自己离去的儿子一般 这时车子突然开始起火 司机用自己的后背保护着女孩 他此刻终于放下了恩怨 伴随着轰隆一声 小帅又一次从飞机上行过来 这一次他眼里没有了荒娇和荒娃 取而代之的是宽慰和对女儿诚挚的爱意 亲情是贯穿我们人生路上很重要的情感 希望大家能好好地把握当下 多花点时间陪伴自己的亲友